关于疫情,国际上最新卢森堡总理贝特尔确诊新冠肺炎 他才刚参加完欧洲峰会 令人担忧会不会影响到了其他欧洲政要 那么另外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 世卫组织呼吁就算打完两剂的疫苗还是要戴好口罩 卢森堡的总理两天之前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欧洲峰会 回国之后却立刻检验出了阳性确诊 而且有轻微的症状将自主隔离10天远距办公 只是包括了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还有德国总理梅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都出席了这一场的会议 让人担忧会不会也都遭到了感染 而另外世卫组织也呼吁因为变种病毒感染力强 所以就算完整接种了两剂疫苗 还是要继续戴好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以免遭到传染 分享TVBS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